嗨我是威力 你線上奶爸又突然出現啦 今天來開這集單元叫做威力聊時事 聊時事建構你的投資觀點 今天的題目是群益直壓額滿 FOMO趕緊借 高點到了嗎 直壓前的準備工作 本金518萬 領3萬的範例閒聊 首先一開始要先跟大家討論這個新聞 我想這個新聞大家 在投資界應該最近 很多人都在討論 就是群益的直壓額滿到期 然後結果還要用什麼 比如說他已經到期了嘛 我們本來是希望怎麼樣 借新援救可能有的人就沒辦法做這件事 他要用現金來付啊 也就是你必須要先用現金還款 然後直到他的 直壓的這種 借款的額度開放新的 你才有辦法再去借新的款項出來 這對很多存股族來說 很不方便為什麼 你可能手上沒有這麼多 錢可以周轉 那你就變成是被迫要先賣掉股票 來去還 你到期之後 這個現金的 問題嘛 就必須要先還錢啊 你才有辦法 再做下一次的 支壓嘛 因為你沒有辦法借新還救 所以可能會遇到這樣子的情況 那我看了很多社群的朋友 這個 因為聽到這個利率提升 很多人敢在這個截止之前去借款 導致額度滿 那有朋友 提醒說 你要記得不要先買股票 然後再來 你不要先買了股票 再等值壓的錢進來做交割 如果說你來不及入帳 就違約交割了 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提醒點 其實如果你真的遇到違約交割 我記得 網路上有很多這種 股票代電服務 可能是丙總資金 那大家 以為說 這樣子的 方式可能 不存在 其實它是有的 如果你有這個需求 其實你應該要先去研究一下 只是通常利率是比較高 我還是建議 投資要量力而為 不要打中臉充胖子 那我看有很多人討論到這個 借錢投資的風氣越來越高 是不是高點到了 我覺得水能載舟 易能煮舟 你舟煮不好 鮮水差就不對了 不管高低點 其實你要去學習 怎麼去控制風險 比較實在 但是啊 如果你是fomo 借錢投資 那就是不太好 等於是 你靠情緒賺錢 也容易靠情緒賠回去 那 網路上有很多人在講說 現在 你打開YouTube 好像很多頻道都在教人家怎麼去執押 是不是 這個高點就到了 其實說實在的 威力的頻道我自己也有講執押 可是我講這個東西也不是現在才講 我大概可能從兩年前開始 陸續就在研究了 就在研究說 怎麼去做這個工具的運用 我怎麼會去學習怎麼去使用它 也去了解 甚至我也開了三個 執押的帳戶 只是我一直 被額不用 直到最近開了群益我才開始使用 那有朋友就覺得 很有意思啊 為什麼 你應該要質押很久啦 Continue節目很久了 怎麼你現在才開始質押 不是我被額不用嗎 我在 做質押之前 我未必 一定要先用質押 我質押開了 可是我未必要 馬上拿來運用 我可以先去做研究 直到比如說我可能 其他資金部位運用完畢之後 我再來去使用到質押的部位 這當然是一個 投資的方式 其實不管 高低點本來就應該要去了解到 到底這個風險的管控怎麼去運用 那我看有些朋友他很有意思喔 就看到這個利率調整 比如說群益現在調 我聽說的啦 這不一定正確 正確應該請大家各自問營業員 聽說是到什麼2.3 那可能還有其他家 更便宜 就想說可以可以來去換別家 結果今天 某大的這個利率又出來了 利率看起來好像又更高 所以你看你永遠在去追求 這個利率更低的來用 你可能會導致很多的摩擦成本 你自己的時間就是一個 你要花時間去跑匯播這件事情就有過麻煩 你可能要請假 要幹嘛的 那甚至 你匯播過去之後 你可能要去開新的戶頭啊 幹嘛 這些都是一堆麻煩 說實在如果 你只是只有差那麼一點點 比如說差個 0.1 0.2 0.3 說實在那樣子的利率的 水準水平 其實沒有必要說一定要 馬上趕快去換別家 因為 當 央行他手上的資金要收緊 的時候 比如說準備金調升 或是真的要再升半碼 或是再升一碼 當你遇到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他是全面性的 不會是只有一個金融單位 他要做 提升利率的事情 而是 大部分的應該都要做提升才對 所以當你遇到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第一件事不是說馬上趕快去 換去利率更低的 而是你要先去想一下 我的部位有必要因為這一點點的利差而 做轉換嗎 這其實是很麻煩 而且 職壓利率常常會調整 其實真的不用 換來換去 那跑匯波就是浪費時間 能夠長期投資 你報好報滿 賺的錢 可能還比較多一點 講到這個職壓前的準備工作 我想有很多人 最近你去開職壓戶 或者是你聽威力頻道 我看有很多朋友 來參加社群 來參加我們節目社群 希望說可以了解職壓的使用 其實我覺得這是好事 但是 不是說你聽了節目 或是看了別人的節目 然後你就很急著說 我也想要財富自由 然後我就趕快去開職壓戶頭 於是 積極的趕快開始進行操作 這是不對的 你要先了解這個工具 你要這個工具 的運用層面 你要先了解遊戲規則 跟怎麼去設計自己的投資組合 那了解設計投資組合之後 再過來的是什麼 練習能 你自己的心態要先準備好 所以啊 數學 當然要先有嘛 投資組合的建立 你可以通過數學去計算 再來就是你心態的調整 那這也是 必要的事情 我自己分享 在職壓前準備的工作 因為我 對這個工具我大概 至少花了兩年以上 來去研究 很多人可能會說 威力你在 講幹話 沒有你自己去搜尋節目 你去搜尋節目的欄位 搜尋欄位去打質壓 你應該可以看到兩年前的 研究內容 那你大概就知道我對這件事情 開始研究花了多少時間 跟做了哪些的study 到最後 去做質壓這個 工具的運用 其實我是花了很多時間 當我了解到這個工具的時候 首先我是先思考是 我應該怎麼去調整 合適的投資部位 合適的投資標的 來去使用這個工具 而不是馬上把我當下的投資部位 拿去做質壓 這不是同一件事情 因為 要做質壓 之前你必須先了解 哪些標的合適 而這些標的的內容 它要符合哪些特點 來去做質壓 你才比較不會受到 心理上的波動 跟價格上的波動的影響 因為這有分兩種嘛 一個就是 你看到帳面的虧損 你就受不了 第二個就是 真的 帳面上虧損太大了 導致你整個投資的組合 績效落後 那 導致你最後這個投資失敗 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必須要先做心態上調整 跟投資組合調整 調整完之後 選擇合適的時間點 或者是 逐步的建倉方式 讓 質壓的部位可以 放到你的投資組合當中 其實這是一連串 縮密的思考過程 它並不是說 我今天 有一筆股票 我就拿去做質壓 然後我就開始 領希拉 困霸數錢了 哪有那麼簡單 你必須要先思考 好 到底什麼東西可以去用 怎麼用 用得好 比如說你想說我用個股來去質壓 你可能就會思考到說 我領了手上一大堆5 4C 於是我的所得稅 我可能還要被課很多錢 可是如果 你要 在設計更好的組合 你就會考慮到什麼 我這些標的的年化標準差 我的5 4C高還是低 符合我個人的所得級距 到底是優點還是缺點 你可能就會去思考這些點 於是你選擇了合適自己的投資標的 最後再去思考借出來的錢 要選擇哪個搭配 我要買什麼標的來搭配 才會是一個比較合適的選擇 其實這是一連串計算的過程 你必須要先 思考好了解好 不是說我先拿了一筆錢 於是我再來想買什麼 這是顛倒過程 你是先想好計劃 於是 你有一個良好的組合 已經在握殼了 只是利用借來的錢 自己的投資組合 的獲利放大 本來的順序應該是這樣 可是我看很多人不是 很多人是 我就先借來 然後我就慢慢買 買我自己喜歡的 我心情好 我就買這個 我心情好 就買那個 你也沒有去思考說 我質樣的部位 到底是拿什麼來壓 也沒去考慮這個 於是等到市場的大跌的時候 你沒有心理準備 你的組合 投資組合也沒有準備 所以你就會遇到說 遇到大跌的時候 可能啊 你就會想到說 我可能不 不應該要借錢 不應該做這件事情 不應該 不應該 找千萬不應該 你有一大堆不應該 其實重點是在於說 你一開始的計劃就沒有 於是到後面 你就自亂了陣交 好 這是給大家一個 心得分享 接著我來講一下這個 本金518萬 月領3萬的範例 閒聊啦 為什麼閒聊 因為可能後面會再有一個 急速才去講 這實際上的計算過程 那這個計算過程 我在 我們今天節目社群的時候啊 有貼在社群上 給大家做參考 其實有很多人在討論說 這個月領3萬這件事情 其實如果你真的要月領3萬 他並不是說 你要到非常非常多的錢 你才可以做到月領3萬 我這裡舉的案例是用 比如說以00878跟00713 來去做範例 用這兩檔標的 來做 直壓之後 再買 00770 那月領3萬的組合 這樣子計算起來綜合的標準差 大概是15.87 大概是落在 Level 2 我大概有把標準差分類 大概有1到4個等級 這個是 落在第2個等級 大概跟市場的大盤 差不多的標準差左右 那4年的綜合累積報酬大概是落在116% 如果你用 713 878的投資組合 比如說713 45張 878 110張 這樣子的組合 你借出的款項 可以借到差不多259萬 再去投資 770 就是差不多55張左右 於是我們借款利率啊 比如說直壓利率 假設是在2.3%的話 那這個貸款 利息 一年大概就是 59,625元 那就可以去計算出 我的收息啊 我的收益分配所領到的 這個股息 扣掉了貸款的利息之後 這樣子算一算的結果就是 每個月還可以領到 30,616元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組合範例 所以你看在這個範例裡面 我們會去思考到 什麼點位 第一個就是年化標準差 它是不是屬於 你個人可以接受範圍 你可以接受不代表 我可以接受 我可以接受不代表 你可以接受 所以我用一個簡單的分類 把年化標準差 分成4個等級 那於是我看這個等級 是不是我可以承受的 於是我設計了這樣子的投資組合 最後就是假設我今天的目的 是希望它可以 月領到3萬 並不是無腦子看說 直利率 達到就好 並不是 你必須要先觀察 標的的趨勢線 它是長期的向上 接著你看年化標準差的 它的 數據的離散的程度 這個波動是不是你可以承受 並不是代表說 波動越 低 就代表報酬越低 這不是同樣等號 有很多人 會有這樣子誤解 它並不是這樣的 你的離散的程度 越低 不代表你的累積報酬就差 你可以去觀察 0073跟 0050就好 73的 年化標準差 比0050來的低 但是它的報酬率 沒有說 比0050差到哪裡去 大家可以自己去 觀察研究看看 所以在整個投資組合裡面 幾個關鍵嘛 波動越要個人可以接受 再來就是它的 利息的部分是不是 你個人可以接受 有些人需要 有些人不需要 那我的設計是我認為有需要 那 再來就是 它是不是長期向上的一個 組合過程 那這整個搭配起來 就會是一個比較完整的 投資組合的設計 就運用 植壓的工具跟大家做這次分享 那後面有機會再跟大家 把這個公式啊跟表格列出來給大家參考 那只是這次先通過閒聊的方式告訴大家 在植壓前的準備工作跟設計的方法有哪些 思考點 未必是正確啦 至少它是一個思考點可以給大家做參考 分享總是單純的快樂 期待下次再見